我們在操縱牛的時候 一力向左邊 因為牛繩在這邊 那你在操作工具的時候 你的工具是用右手在操作 然後你控制這頭牛的時候 一力是用左手在拉牛繩 你要將它轉彎怎麼樣 通常是用左手在控制 那這個地方叫做棍腐皮 棍腐皮的意思是說 它在小牛的時候 它是不受控制的 那這個牛筆灌過去 酸過來之後 這頭牛就會被主人駕馭了 所以你現在都會棍腐皮 台幼稚園的時候 台幼稚園之前是還沒棍腐皮 台幼稚園就開始棍腐皮了 沒有啦 他們得了 結婚就是棍腐皮了 因為受到校規 受到家規的規範 所以這就是棍腐皮 然後牛 幫我們工作的時候 它全部是靠 那個牛交給的不搭 不搭都放在這裡 那不搭放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不搭 好 好 這個不搭 安靜啦 這個牛丹 如果說 在這個地方的牛丹 用雕刻的不好的話 雕刻的不好的話 這一頭牛就會很難駕馭 所以在傳統的意義裡頭 有一句說話說 小小小小子 乘小小子更有條 就是說 在控制的這個牛丹 這個機具 如果雕刻的不好的話 那這一頭牛就會很難去駕馭 就剛才請你 然後 牛什麼時候過生日 牛 同一一天過生日 冬至 冬至那天過生日 那冬至過生日的時候 每個家庭的做法不一樣 幫牛過生日 每個家庭不一樣 有一些家庭 他會在 河頭這個地方 放一粒 那個 湯園 有的會放在牛角 有的會放在這邊 那冬至那一天 就讓牛休息 讓牛工作 以前就是靠你 我們都靠你出貨 那耕田啊 沒有你沒有半老度 沒有那個機具可以耕田 就是看這個田 大致上是 所以牛以前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 牛以前是有身分證的 你在日趣時代 家裡頭十一個人 政府不管十一頭牛的話 政府是不是管 對呀 我這台小子也會這樣 你看講得很好 那個